哈哈哈哈 我是高雪鸭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去俩幼儿园的风格 就很好玩 幼儿园老师的风格 好了吗 干了 干了 在自己做 太臭了怎么办 没事 看出来吃颗菜就好了 我画得很好 我去录个音 来 我们来听听 高雪鸭啊 不害怕 适当运动来讲呀 高雪鸭啊 讲呀 他们不在意格调 对啊 高雪鸭啊 不害怕 规律吃药来讲呀 高雪鸭啊 讲呀 嗯 高雪鸭啊 不害怕 规律吃药来讲呀 高雪鸭啊 不害怕 他唱 唱都跳起来了 怎么跟要参加歌手进演 一样紧张的 不错 不错 没 没什么问题的 好 我要 我要唱了 高雪鸭啊 不害怕 规律吃药来讲呀 不惜眼不喝酒 都吃蔬菜水果吧 高雪鸭啊 打打败他 高雪鸭啊 不害怕 记得适当运动呀 就这样吧 可以 还挺好的 他那个词写得很好啊 通俗易懂 哎 节奏还挺好的呀 还可以 我已经尽力了 这样我舞音不强强 为别人知道了 丢人是不是 是啊 不丢人 长洁 你们讲什么 我们讲 患者 她是可控的 搞血压 完了 状态了 搞血压 不害怕 冯先生的事 怎么了 你搬不了是吗 我来吧 你们好有意思 我们能可以跟你们互动吗 我们可以当演员 你们已经感觉到 你感到压力了吗 压力是没有 我觉得很好玩 好吗 这个怎么立在那上面 可以立的 怎么固定在那上面 她已经被洗脑了 对吧 各位爷爷奶奶好 我是招二医院的 心内科的医生 待会儿听我们高血压的场 听过来 上次跟这次讲的不一样 你提什么问题 我都给你回答 欢迎到我们这个场来听 好 好的 我们这是讲高血压的 这里讲高血压的 对 高血压的 哇哇 这里拉进来了 我没有 胜负欲很强啊 好事情 非常感谢各位叔叔阿姨啊 我是这大二院新内科的 关于血压这方面呢 我是读了很多的书 也提前做了很多的工作 在临床上呢 也接触了很多 今天呢 我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想给大家解释到位 好不好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模型啊 大家知道这个是干吗 这个是个脑子啊 这个是心脏 没有吸引到人呗 哈哈哈哈 我是高血压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好 开始有兴趣了 吓我一跳 好 那我今天的任务 就是要来打败高血压 那我们来看这个模型啊 首先呢 我们要认识 什么是高血压 我们的高血压呢 血压是指的 在血管里的压力 你看 这个血流到血管里面 这是我们常常的一根血管 会产生一个血压 他们做得好好啊 这个 这多形象啊 但是它一旦这个压力增高呢 就会产生高血压 配合得非常好 这个血管壁破了 然后怎么样斑块 你再贴个斑块上去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你这个很形象的 这个很形象 所以我觉得 它确实讲得很不错 你的血管一开始 我们血管非常光滑 非常有弹性 但是一旦我们血压高了呢 就会产生裂缝 因为逐渐的血压高了 我们的血管会被它撕裂 大家都能理解了啊 大家 你看大家都非常聪明 一下子就能知道 这俩幼儿园的风格 这俩幼儿园的风格 对啊 就很好玩 幼儿园老师的风格 那这个斑块慢慢地扩大 好 会产生什么 大家说 会吧 慢慢堵住 对 大家非常聪明啊 它会堵牢啊 堵牢呢 那我血流继续 它压力大呀 这堵着了 那我血水管 大家都知道 把一侧弄完之后 捏住 然后你血压继续地冲啊冲啊 这个水管会怎么样 暴掉 暴掉 暴掉呢 就是我们的出血了 那在我们的脑子里啊 有高血压之后 堵牢了 是什么 脑梗啊 对 你看那种互动性特别好 脑梗呢 就是我们的脑中风 你看大家都非常聪明 一下子就能知道 好 这讲得好 今天我们结合这个 高血压的这个话题 我们编了一首歌 也请大家来欣赏一下 大家互动了 就是这首歌它唱的时候 我们一边鼓掌 一边跺脚 好吗 我妈妈不害怕 鬼子要来抢牙 不希望我过 就走起身材水果吧 高血压压 他爱着他 高血压 害怕 就走起身材 很好很好 这是幼儿园 但都说老年人其实就是小孩啊 对 这首歌大家都笑了 里面有没有听出来什么 有用的东西呢 要一个吃药 对 要规律吃药 看到规律两个字没 说我今天血压控制的好 我不想吃了 明天再说吧 明天高了 赶紧再吃一粒 不行吗 要有创意的就是歌谣 把它要讲的内容呢 变成顺口流 拿了一个洗脑神曲 改编了一下 朗朗上口 基本上我到现在 脑子里还这个旋律 吃药